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讨鱼娃的印花T恤穿搭 第一件是一件米白色的印花上衣 我搭配的是白色的百折裙 然后选择了一个剑膜黄的小众水桶包 这样子一身就比较有青春感,活泼一些 因为白色的上衣这个印花比较那种美式复古风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条白色的百折裙作为搭配 鞋子我不想选择高跟鞋 于是就穿了上次给你们也是搭配过的这双小皮鞋 这只包包真的是我这两年来买到的最喜欢的小众水桶包之一了 这个剑膜黄搭配任何颜色都会觉得很合适 我很久没有穿这种风格的半身裙了 现在穿上感觉一秒回到了校园时代 第二套是一件红色的印花上衣 我一直觉得红黑是非常经典而且好驾驭的配色 于是我就把这件红色的T恤穿在了黑色的西装外套里 像现在国内气温还没有完全回升还是比较冷的 大家可以在外套里面穿上这样的印花T恤来增添你整体搭配的休闲感 不会显得那么的正式 因为整体的穿搭我不想要有太多复杂的颜色 所以在包包和鞋子的选择上面呢我也都是选择了黑色作为搭配 Mango的这双鞋子真的太好穿了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买 黑色宽松的西装和阔腿裤真的太能长肉了 这个冬天大家一定长胖了不少吧 我也是 幸好有这一身 不然的话我胖了八斤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藏 这一身的搭配我觉得会更适合上班通勤风的女生使用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正式 下班以后脱掉外套就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的舒适休闲的个人时间啦 第三套是一个芥末绿的上衣 因为是打折记买的所以这件上衣我当时买的是M码特别的大 对于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呢真的会显得拖拖踏踏的 所以我一般会把这种比较宽松的T恤扎起来穿 就像这样在前面打一个结 你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好很多了呢 搭配的是一条高腰的阔腿裤 这条裤子是我在两三年前买的 现在也都还是非常的喜欢 觉得它搭配什么衣服呢都能够有它自己的一个感觉在那里 芥末绿和这种大地色系搭配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又充满了复古感 我选择的包包呢就是上次小众包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只复古包包 真的超好看 好像今年没有什么买到不喜欢的包包 今年真的是进步了 你看这样的一生是不是觉得穿越回了90年代呢 最后一件棕色的T恤非常的可爱 这个印花都是一些小蔬菜 大小呢也非常的合身 但我还是喜欢把它塞进裤子里面来穿 会显得腿长比较长一些 因为我觉得这个印花比较有休闲感 所以我搭配就是特别日常的一个牛仔裤 这样能够穿的场合就会更多 而且走路啊 日常行动啊 也会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想要打造整体比较清爽休闲的感觉 就把裤腿卷起来露出脚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鞋子选择的是一双裸色的高跟鞋 也可以适当的拉长你的腿型 OK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下期再见哦 拜拜